2018年,享年88岁的鄂修拉勒古安去世,这位被誉为世界幻想文坛女王,六货星云奖余果奖的女性科幻作家,深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以优美甜淡而充满折丝的叙事风格,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 而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便是她的余果奖获奖作品《黑暗的左手》。 据说在很久以前,人类在一颗名叫海恩的星球上繁衍生息,直至最终迈向了银河,创造出了圣极一石的海恩文明。 在扩张的过程中,人类利用基因改造技术将改造后的不同人类送往了数十颗行星。 但后来,海恩文明开始衰落,维持各个星球关系的纽带逐渐解体,这些行星上的人类也只能自生自灭。 数十万年后,四散在宇宙中的人类文明又开始重新联合,并由83个星球共同建立起了一个星际联盟——艾库曼联盟。 联盟为了寻找那些曾经被遗落下来的人类同伴,派遣了星际特使们进行漫长的星际旅途,探索各个星球,邀请他们重新加入人类的大家庭。 故事发生在一颗被称为东星的寒冷星球上,这里生活着将近一亿曾经被基因改造过的人类。 虽然东星的公转轨道引力等条件与地球相仿,但由于寒冷严酷的环境因素让这颗星球上的人口增长缓慢。 另一方面,曾经的基因改造对东星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们的外表与人类无异,但他们的性别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们没有性别,或者说他们既是男性也是女性,所谓死雄同体。 东星人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双性状态,这一状态称为锁木期。 他们每个月会有几天时间,男性或女性的性征就会逐渐显现,这段时期被称为克木期。 克木期的东星人既可以混交,也可以在两人之间达成类似一夫一妻的誓约。 誓约只能达成一次,离婚或者丧偶即视为打破誓约。 兄弟之间可以通过克木生育子女,但不能达成誓约。 怀孕的东星人将在孕期和哺乳期保持女性性征,待分娩之后会再次恢复双性性征。 少数的东星人会终身处于克木期,即只拥有一种性状。 这种人被视为性变态,性变态者无法生育。 东星社会容忍性变态的存在,但态度却极为不屑。 约文中这样写道,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男人想要别人认为自己有阳刚真理, 一个女人想要别人欣赏自己柔弱温婉的女性气质。 不管这种认可同欣赏表现得多么间接多么微妙, 而在东星这两样都不会有。 尊重一个人评价一个人都只是将他看作一个纯粹的人。 这里的人没有强势和弱势保护和被保护,支配和顺从, 占有者和被占有者,主动和被动之分。 事实上,我们发现在东星,人类思维中普遍存在的二元论倾向已经被弱化,被转变了。 人类对于这样的特殊文明难以理解, 但这颗星球却拥有其他星球没有的特质, 那就是这里的犯罪行为非常之少。 因为雌雄同体的世界导致男性的荷尔蒙激素水平被抹去, 而缺少了男性荷尔蒙引发的冲动, 也就缺少了发起战争的原动力。 同时,也因为这种原因导致了东星的科技发展相当缓慢, 数千年才取得了相当于人类几百年的进步。 所以当人类特使金利埃抵达这里时, 他们的科技水平才相当于人类曾经的工业时代, 他们甚至连飞行器都没有, 更别说宇宙航行。 东星上有两个国家,卡亥德和欧格瑞恩。 卡亥德是由部落、乡镇、公国组成的结构松散的王国, 欧格瑞恩则是中央集权国家, 两国之间因为一些领土纷争而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金利埃先前往了第一个王国,卡亥德王国。 为了避免科技代差引起当地人的恐慌, 金利埃将星际飞船停靠在了这个恒星系周边, 只身前往东星。 首相伊斯特拉凡接见了他, 半年后首相促成了金利埃与国王的见面。 金利埃告诉国王, 如果东星人加入星际联盟就能开阔视野, 拓展复杂奥妙的智慧生命领域, 还能增进联盟与东星之间文化和贸易的友好往来。 而且,星际联盟已经拥有了八十颗星球, 以及上面居住的三千多个民族的支持。 结果这个说法让国王心神不安。 首先他的这番来自抑郁的说辞, 国王根本无法相信。 况且,如果是真的, 比起几十颗星球和三千个国家而言, 国王自己的这点领土就显得微不足道。 而且国王的关注点也不在联盟本身, 而是在金利埃身上。 因为金利埃是一个永远都处于雄性状态的人类, 这在国王眼里是个十足的性变态。 当国王得知八十三颗星球的人类都是如此时, 国王无比震惊和恐惧。 他无法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变态社会, 于是断然拒绝了金利埃的加盟邀请。 但出于考虑到金利埃背后可能真的有先进的文明, 也不敢处决金利埃。 在这段时间里, 卡埃德和欧格瑞恩之间的领土争端 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 但边境城镇成为袭击对象, 国王却以边境争端提升国家自豪感。 伊斯特拉凡反对领土争端升级, 被神经质的国王打为卖国贼, 进而被免除了首相职务。 国王下令全国境内都不得收留和资助他。 在这关键的时刻, 伊斯特拉凡选择了动身逃亡。 在国王拒绝了金利埃后, 他也失去了首相历来对于他的照顾。 在这个没有人信任他的世界里, 他感到无比迷茫。 他是否该去前往第二个王国, 欧格瑞恩呢? 不过, 在去往第二个王国之前, 他去了一个神奇的村落, 隐居村。 据说那里居住着能够预言未来的预言师, 也许在那里可以获得一些信息。 金利埃在这里见到了预言师, 并问出了自己心里的问题。 五年之内, 卡亥德王国是否会加入星际联盟? 预言师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他便满意地离开了。 这段时间, 金利埃走访了卡亥德王国的各个城镇, 也进一步对这个文明有了深入的了解。 东兴人虽然已经存在了一万三千多年, 并在几千年前就已发明了基础电器, 如供暖系统, 蒸汽机, 纺织机, 农用器械等等。 但现今的科技, 却已经停滞。 在严寒的自然环境下, 东兴人的社会形态也变得极为严苛, 他们不容许犯错, 对待犯错的人们几乎零容忍, 犯错的人要么被活活冻死, 要么被饿死, 没有其他余地。 这些特性也进一步导致了这颗星球的进步, 会严重落后于其他文明。 金利埃将自己从隐居村得到的预言, 以信件的形式送到了卡亥德首都。 但始终都没有得到回复, 于是他便前往了第二个王国, 欧格瑞恩。 欧格瑞恩的社会形态与卡亥德完全不同, 这个国家由33个分区组成, 每个分区有一位总督, 33名总督通过投票的形式来共同治理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人们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社区统一的特殊教育, 他们被要求服从于上级, 归顺于集体, 个人的财产在死后也要归于集体。 他们的个性被抹除, 整个社会如同人们看起来那般平和与安静。 同时在欧格瑞恩, 金利艾再次见到了伊兹特拉凡, 原来他被免除职务后也逃亡到了这里, 他通过里外打点已经获得了官职。 金利艾能够顺利地达这里也是受到了伊兹特拉凡的暗中保护。 金利艾很快见到了欧格瑞恩的当权者, 他告诉他们自己来自于遥远的海恩文明, 他此行的目的是邀请他们加入星际联盟, 但欧格瑞恩平静的表面之下却波涛汹涌。 33个总督之间隐藏着各种权力斗争, 他们并不害怕拥有高等科技的金利艾, 他们害怕的只是彼此。 在欧格瑞恩, 几乎没有人相信金利艾, 多数总督都认为金利艾是卡亥德派来的间谍。 不久后, 金利艾便被秘密抓捕, 召唤飞船的信号仪也被没收。 在一顿言行逼供后, 他被下放到了志愿农场, 从事繁重的劳役。 志愿农场里的人们会被定期注射某种特殊的药物, 以抹除掉刻木漆, 从而进一步控制这些人们去投入到劳动中。 多数人都在这种极端的折磨下痛苦的死去, 而金利艾作为人类, 对药物的反应更为剧烈。 就在金利艾九死一生之际, 伊斯特拉凡用假身份混入志愿农场, 将未在旦夕的金利艾成功救出。 他们逃往到了一处山谷中, 在伊斯特拉凡的悉心照顾下, 金利艾最终活了过来。 金利艾很好奇伊斯特拉凡为什么要救他, 伊斯特拉凡告诉他, 自己可能是东兴上唯一一个相信金利艾的人, 因为他似乎预料到了这颗星球的未来。 东兴已经发展到了某种转折点, 两国交界处已经有了摩擦, 从来没有过的战争可能就要在这颗星球上开始上演。 他希望自己的星球加入人类的星际联盟, 并借助联盟的力量来改变这一现状。 他的理想其实也是金利艾的理想, 这一刻来自外星的金利艾也彻底相信了这位前首相。 伊斯特拉凡偷取了食物和预寒物资, 他们开始穿越冰原, 开始了长达七十五天的漫长跋涉。 他们必须前往卡赫德国的一个村庄, 因为那里有大功率天线, 可以给飞船发送信号。 在小说中, 作者花了三张的内容, 详细描述了他们七十五天的艰难旅程, 可谓气势辉弘又充满失忆。 他们两人, 一个是被自己的国家驱逐的人, 一个是无法返回自己的母星流浪者。 一路上, 他们讲述各自文明的故事, 两个不同的文明在冰原覆盖的荒原中, 迸发出花火。 在此期间, 伊斯特拉凡进入克木期, 但是两人的友情已经超越了爱情, 成了伟大的友谊。 就如伊斯特拉凡所吟诵的那首东兴上古老的诗歌。 光明是黑暗的左手, 黑暗是光明的右手, 生死归一, 如同相拥而握的克木恋人, 如同紧握的双手, 如同终点于旅程。 故事的最后, 两人穿越冰原抵达村庄, 村民们却因为伊斯特拉凡这位叛国者的罪名告发了他。 但伊斯特拉凡并没有选择逃亡, 而是故意死在了哨兵的枪下。 在光明来到的前一刻, 伊斯特拉凡走进了永久的黑暗。 也许, 只有他死了, 许多事情才能善终, 两个国家最终会加入联盟, 完成他和金丽爱的伟大理想。 最终, 金丽爱顺利召唤了飞船, 卡亥德亡国也加入了星际联盟。 这部小说之所以能获得余国奖, 某种意义上不仅仅在于它完善的剧情, 也在于作者留下诸多哲思和实验性问题。 作者厄修拉受到父亲人类学家的影响, 整部小说中能体现出浓浓的人类学报告的影子。 他也基于人类学, 在小说中提出了一些大胆的思想实验, 比如战争和雄性激素的关联, 战争是否正是一场雄性激素释放的过程。 如果将这些因素放置于一颗没有性别差异的星球上, 又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对于性别问题而言, 人类思维中普遍存在着性别二元论。 性别已经被我们赋予了文化的含义和背景。 当我们谈及男性, 想到的是阳刚与力量, 谈及女性则会下意识地想到柔美。 但在一个没有性别的社会中, 这些符号统统都消失了。 没有强势与弱势, 没有占有与被占有, 一个人只需要做一个纯粹的人。 恶修拉以这样的视角, 抛出问题来审视我们人类自身。 其次是整个种族的孤独感。 与人类不同的是, 东兴人的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 东兴上没有其他双性动物, 导致它们没有办法从大自然中得到启示。 数万年来, 这种孤独严重地影响了它们的价值观。 所以, 狭隘的思想让整个东兴上只有伊斯特拉凡能信任它。 另外,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用冷热社会来描述原始与现代社会的区别。 新时期革命以来的社会是热的, 就像一个借助于锅炉与冷凝气不断创造出的温差而做工的蒸汽机一样, 凭借种性和阶级的不断分化所带来的动力而加速变化。 原始社会则是冷的, 是自我限制且可持续的。 就像尚好闲的机械钟表, 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 仅依靠最初给予的能量就可以一直运转下去。 狭隘维斯特劳斯启发, 鄂修拉用道家的阴阳概念来描绘乌托邦。 乌托邦曾是阳的, 明亮炽热, 然而我们的文明现在是如此极致的阳, 以至于任何改善其不公正或避免其自我毁灭的想象都必须尝试某一种逆转。 如同《道德经》中的真言, 万无并作, 无以官复, 福物云云, 各复归其根。 归根曰静, 静曰复命。 复命日常, 知常曰明, 不知常, 网作凶。 要维持常, 就必须调转方向, 转向内部, 转向阴乌托邦。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 光明与黑暗是相对立的, 但在东兴的哲学中, 光明与黑暗如同左右手一样密切。 也许当我们遇到和自身完全不同的事物时, 可以试着以包容的心态去理解, 去探寻其中的相似性。 感谢观看。